大家好,我是堵堵 我現在人在日本的 痴城縣 今天有去夾兩次娃娃,待會有把影片放在最後面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要夾娃娃的心得 呃 日本的娃娃機跟台灣 說實在的不太一樣 他沒有所謂的甩爪啊,或者是說 可以什麼頂抽啊 倒爪 沒有 他們三爪的你如果甩,他一樣是回到定點再夾下去 那我在這邊 噴了五六千塊日幣吧 那我待會是直接把有夾到的 娃娃的影片放上去 前面失敗就不放了,不然我怕 這個影片的時間會拖太長 那 那 個人覺得日本的娃娃機 需要花一點錢去練習練習啊 因為他 有些兩爪要勾 那個環的 那個比較難去對得到 啊 平常看 那個 六大神 每一次都夾刀動 那個應該也是花了蠻多時間去練習的 好啦,待會我就把影片 放在最後面給大家看 那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關注按讚喔 的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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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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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